司马南会客厅 今天我们依然请到的是著名学者李肃 李肃是和军创业咨询公司的创始人 是当代中国智库的联席会议主席 他是一个行走的知识分子 为国家发展 为企业发展 为市场经济的发展 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出了大量的主意 他是个满脑子 都是经典子的人 接触的人无限多 想法非常独特奇特 他和一般的吊书带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 从上一期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突然间说了 你知道吗 跟我们打交道其实是 跟我们打交道的其实是三个特朗普 哎呀 有趣啊 我说能不能就三个特朗普 给我们展开来论朔一番 今天我们接着请李肃先生跟我们讲讲 他概念中的三个特朗普是什么意思 一个老头变三个老头 这三个老头是些什么样的特征 我们呢 2017年建了一次特朗普 还被安排到这个美国的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上去 去跟他们的智库去谈了三天 哦 然后回来以后 这经历好独特啊 我们回来以后就开了一次论政会 罗元给我们主持 马尔罗个部长 还有个副国级的来了 在谈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们就说特朗普在选举中和他在启动中的战略思想里边 他是一个革命家 我们当时三面依据 就是说第一个革命家 他其实是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反冷战思维的 他认为这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别去领导这世界去搞什么终极的这种意识形态革命了 也没什么可搞 而且他批评前任从小不识骂到这个 希拉里 希拉里骂到奥巴马 你想想他都是骂的 你去管什么闲事呢 弄什么颜色革命呢 那么他花了多少钱啊 他认为打仗也是不必要的 机场战争他都是反对态度 所以呢 因此呢 他是个革命者 他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说我绝不当世界警察了 这世界哪如果我管得了的啊 亚洲我再管 管到最后你们再不让我管 我走人了 我让日本去有核武器算了 你们自己互相扔同原子战去吧 就他这思维啊 说我干嘛去当国际警察 这确实是爆炸式的 那当然了 而且他就认为 我绝不会为你们再花钱了 少废话 我想保护 拿钱来 这思维啊 所以呢 第三个就是他认为啊 就我们看西拉里看的清清楚楚 PPP就是美国和发达国家 拉着中国的对手 整中国 对 把中国整死 而这家伙上了台 第一脚踢飞了 对 废了这个 我就告你中国 我不是给你做对的 因为这对我不利 所以我就不要 而且呢 就告诉你 我就要跟俄罗斯好 咱们三天平衡世界 所以你去想 你们这家伙 他整个一个思想 就是绝不是把中国宰了 杀了 而是把他养肥了 咱们杀肉去吧 美国优先是什么的 更要钱啊 所以特朗普 要中国哪笔钱 他看得明白白 就那么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亿美元 那债券 反正你也不敢卖 对 干脆发数字货币吧 我们当年就出的这主意 我发数字货币 让他们买中国东西 你就拿着钱 只能买中国的高铁 买中国的机场设施 我的建筑 我给你的 我整个改观美国 我还让你当选下一任 让你女儿 再接着当选 你帮她忙去吧 我这话信心量好大 所以我们 你刚才这段话 这一百多个字 信心量好大 就是 12000亿美元 反正她也不打算还 我们让她来买我们的债券 买我们的主权数字货币 然后买了 买中国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支持你连人 然后呢 而且呢 你拿国有资产做底 你得回购这些公共设施 你不回购 美国有值钱的国有资产 多的是 纽约港值钱级了 嗯 什么河流的一个管理局 那都处是好资产 谁跟你说美国没有国有资产 你让她做完抵押 咱们折腾抵押 咱们拿基金去投去 哪是收不回来的 有的是资源 你别信美国没好东西 这些东西是你们自己内部讨论 还是这些东西曾经和特朗普 及其团队有过一些深度沟通 那当然有交流了 所以呢我们就 2017年见特朗普的时候 来跟他们团队沟通 这些问题都谈到了吗 还是仅仅是设想 提了个头 都谈到了 最后人家炒作说我们在那影响美国的选举 华尔街 叫人给捅出去了 捅出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闹得可热闹了 哈哈哈哈 这些事咱都不说了 啊 这总的来讲呢 这是第一个思维 就是他是个战略家 总的来讲他想颠覆世界 他认为这世界哪都不对 这美国所有的总统都不对 因此他就是这个 他最新说 除了林肯以外 那我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我为非洲裔美国人做的事情 任何人都没有我做得多 在我们的媒体上呢 一般把特朗普描绘成一个 出而反而不靠谱的 这么一个疯老头 但是按照您实际接触过特朗普 并且有过深度交流的这种设法 特朗普不但是一个 战略家 不但是个商人 成功的商人 懂得交易的艺术 而且他还有很多战略 有一种革命的思想 要颠覆美国现有的 他此前的所有总统奠定了一切 第二个特朗普 就是个推特侠的 推特侠 就是个风格 总的来讲呢 特朗普对美国的民主制度 是带有极其反感的对抗 他配复着普京 他尊重习近平 嗯 他认为他们 他巴不得能形成这种承威啊 但是他们美国没有给他这机会啊 嗯 所以呢 那就在他认为 这民粹是干嘛的 民粹就是煽动的 嗯 所以他太掌握煽动民粹的艺术了 嗯 所以特朗普推特侠是干嘛呢 疯狂的把所有的事都说到极端去 就这就是特朗普 就特朗普既不信左也不信右 你你不信 超越左右 当然了 超越左右 他就是你说这你说左我给你把左说到头去 对 你只要大家都同意 我跟你说到他们简直荒唐的不能再荒唐 最后你一反对行 我再说到右去 我他们也跟你说到最极端的 高速震荡 两端两端来回折腾 然后呢 摸不着套路 只要你选我就行 啊 他就这思维 就我不管你别的 我只要说到什么 你看现在这次黑人闹 坚定不移的就说到头 我都就是站在白人立场上 我就说警察队 怎么着吧 你闹吧 我就我就我就不干 我跟你说到头去 我们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严重的不适应 我突然想到 这可能和我们的文化有关 中国人呢 中国人强调中庸 中庸是什么的意思呢 只两端而取中庸 也就是说这边这边 我两边都不沾 我要取中间那个0.618 我要选一个最恰当的位置 这样呢 我中庸 所以我们这种中庸 我们这种说话算术 我们这种呢 丁是丁 某事某一个唾米 一个丁 说话办事 我们遇到一个 一个满嘴跑舌头 然后什么话都敢讲 哪一脚到哪去 我们都不敢预测 前天那个金灿荣 说到特朗普的时候 说我是搞美国战略的 我现在已经不敢预测了 因为这个家伙做什么事情 就自己 不知道他能做到哪去 我是高度理解特朗普 就是美国社会 法国社会 英国社会和德国社会 现在都面对着 就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民粹主义整个涌动 就从这个发展中国家 涌到你这八大国家来了 中产阶级就混乱了 中产阶级的危机感 压迫感太重了以后 它也要释放了 所以在这样一个民粹大潮里边 它的整个这中产阶级在往两头分呢 而且都是有极端性的想法的 而特朗普的本事在哪呢 左的 右的 我都说到头去 我随心所欲 只要你支持我就行 只要你选我就行 所以我认为特朗普啊 选举的时候是个战略家 为了争取第二任连任的时候 他就是一推特侠 就是一疯子 你管他说什么呢 他爱说什么说什么 他只要能当选我就支持了 就在我眼里边 就给他当选 那天那个纽约时报问我 他凭什么这个特朗普能当选 我说美国是危机感太强 选个拜登他没戏 你别信 民调 他们参加民调的都是太理性的 他说的高就说去呗 到最后头都说你等着吧 美国主流社会里边 主导的他们思维里边 就觉得只有特朗普能救美国 按照您的说法 他是一个战略家 革命家 他是一个推特侠 他是一个疯子 这样大概的轮廓的描绘 还有第三个 我再来说 还有第三个 就是他第二次当选以后 他是个大商人 就是做交易 他当得上吗 他一定能当上 我认为他一定能当上 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的司法拉会和听请来 著名学者李肃 李肃和我采访过的很多的学者 在特朗普究竟能不能够第二次当选的问题上 他有个非常坚定的说法 认为他一定能够当上 在第一次特朗普当选的时候 那个时候中国的学者智库 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智库都认为 特朗普根本就没有希望 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国研究所的吕翔坚持说 他一定当选 并且拿出一大堆数据 他是从美国各个州跑来的数据 他说一定当上 他写了报告 极其坚定 那个时候我是将信将义的 我不是个很有脑子的人 我不知道该信谁 但是吕翔说的非常重 可是这一次 知道吗 前两天我见吕翔的时候 他说吕翔说 根据目前的情况下 他落后拜登15个点 除非出现奇迹 否则的话 他再当选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但是今天李肃先生却坚持说 他认为特朗普一定当选 那怎么解释 特朗普目前比拜登 在普遍各个州 包括在那些过去的摇摆州 他自己曾经的地盘上 他都明显的弱于拜登 您认为这个现象怎么解释 我认为特朗普现在总体来讲 在抗议问题上确实是失分的 而且嘴还很硬 随心所欲 所以目前在抗议的民粹主义的整个潮流之下 恐惧感之下 他确实失这一分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呢 就要跟拜登去比 现在参加民调的人 我根本就不相信 就都是这么理性化的 都是中产面积的特色 占主导的 就批人来参加 真的投票的人都没来 让我的说法 所以那天纽约时报的记者问我的时候 我说美国的危机感 实际上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 随着新冠 如此大的爆发力 所以所有人都认为 除了特朗普也能救得了美国 太理性化的人 他救不了 他没有那横劲 美国最后走出这困境 真的有美国优先的 这样的特朗普这种人 所以呢在我看来呢 就美国现在的整个民心的 整个的一个布局结构里 就和特朗普当年跟那谁 跟那个西拉里打的时候一样 民调的时候他也不赞主 我突然想到一个比方 您看恰当不恰当 是不是有点意思 就说咱们班呢 现在乱成这个样子了 如果选一个三好决胜来当班长 根本吃不了 得选一个 选一个黑社会流氓 所有的手段 文的武的 真的假的 混的素的 都能来的 一个江湖混混 让他来把这个秩序给他 就是乱世英雄 美国现在需要乱世英雄 而特朗普就是个乱世英雄 乱世英雄特朗普 而且我认为呢 他真当选的时候 他会回归到理性 全世界能帮他经济的人 没有第二个人 只有中国 您认为特朗普 如果第二任当选的话 他会和改变 他第一任当中 这种横提马槽 对中国呢 无极限施压的战略 我认为呢 这个特朗普 只要当选了 他第一个要回到 他的战略思想 第二个要回到 现实中的 跟中国的交易 所以在我看来呢 战略思想 就是中俄美平衡 最后他退出世界事务 最后就是要发展美国经济 而对美国经济 真正有推动作用的 真正有实质性帮助的 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国家了 他跟你想对立 对立完了 他就好了 你信这个呢 跟你要钱 好好的咱们俩一块 您讲的这观点特别重要 你这个观点 我觉得在全世界学者当中 都是非常独特的 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我再追问一个问题 现在还差几个月 就11月3号了 这个时候呢 南海 东海 包括最近使馆发生的 一系列事情 还有人担心的擦枪走火 像这样一些举动 你认为是选举之前造势 想制造一个非我不可 非的爷来收拾这个局面 是这样的一种考虑 他有意为之 还是他乱了方寸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有意为之 就有意为之 他应该没别的 那会奏效吗 一定会奏效 但是像南南海双航母战斗群 然后呢 逼近广州一百里的 像这样一些举动 如果导致擦枪走火 今天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是可控的 我觉得美国不会这么一答 他也知道你不会跟他答 我跟你说中美关系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实际上是 在全世界有所作为 在美国问题上 淘宝养晦 就我 我在看吧 他的双重体系 他很明确的 习近平其实你看他的农业思想 他只信美国的 他哪信日本呢 日本那套农业他都不理解了 他正在美国好好看过美国的大农业体系 所以习近平对美国的尊重 实际上是有的 但是对美国价值观的批判 是绝对到位的 所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呢 在我看来 在中美关系上 习近平永远是 处在一个涛光雅会状态下 我不跟你打 你过分了咱再说 他是这思维 所以呢 中国主动的去跟美国擦枪走火 打仗 瞎扯 没这事 你别信 你这说法倒是我想起来 昨天王毅的说法 王毅的说法呢 说我们不能跟着美国的节奏起舞 但是我们也不能呢 不做出坚定的反制 而我认为呢 在中美关系上 上次纽约时报问我 说现在中美关系到底怎么进去 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从18年一年的状态看 中国是让了美国三步 帮他解决朝鲜问题 挺了他一把以色列 最后在贸易谈判上一让再让 让了 18年的年底 而19年的1月2号就告诉你 我三大让步 三个大礼包 就换一件事 就是解放台湾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你没有商量 解决香港的秩序 为台湾做个示范 把台湾打下来 来解放台湾 在我眼里头 没商量了 你要敢打咱们就打 所以呢 我那天跟吕翔在讨论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他说死了 俄罗斯靠不住 我说你歇着吧 500亿美元 你说在台湾问题上算钱吗 他说不算钱 我说这个俄罗斯军费就500亿美元 你给他500亿美元 把他核权领权租过来 派到美国边让你打去 他会不让你打台湾啊 他说分分钟就把台湾打下来 你别信了 我说俄罗斯傻子 才不要那500亿美元呢 没诉你信吗 这期节目播出了之后 一定会爆棚的 因为观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 听学者四评八文的讲话 几种可能性 可以这样可以那样 如果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话听得太多了 像您这样 一刀见血 然后说的这么肯定的 这种的现实主义的思维 这种论断 真的是很少见 解放台湾的事情 你认为现在 根本没谈的余地 没有谈的余地 我跟美国人就说来着 你要不要曾大利 你就打吧 你看你还记得那天 我们两个见 那个澳大利亚外交官的时候 他问了一个问题吗 他说为什么是 2021 而不是 2049 解放台湾的时间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一个极端的话 我说不解放台湾就没有习近平时代 就没有中国百年百年学耻 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 所以因此呢 从这个角度讲 我看了 我们这个习近平当年1月9号 1月2号 讲完解放台湾 我们2月1号跑到美国去 到处跟所有美国的智库 就在农村的时候 跟那几个最著名的智库 谈的就是一观点 所以我就告诉你们吧 不可能是49年 49年还有习近平了 中国好不容易出个这么好的领袖 我说 那天我跟纽约时报那记者也 跟澳大利亚也说 我说 什么时候解放台湾 你就 就去研究一件事 就是习近平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 时事造出的英雄 他有没有这个魄力 说到底 就这领袖气质到底怎么回事 他不是个领袖 他就不干 他要是个领袖 他一定干 就像香港问题一样 闹到这份了 他不是领袖 你就别闹 你就躲着 你是个领袖 就你别管他 就能管他 你怎么了 香港是我的地方 你敢怎么样了 你别相信在香港问题上 真的反华不是民粹 是意识形态的 普世价值观 冷战态的理性的选择 就在香港和台湾问题上 而现在特朗普那儿横骂中国去 那都是他带民粹性质的 这个区分非常重要 这个区分非常重要 看在街头形式是一样的 但是国子里是不一样的 他所代表的社会思潮 这个价值取向是不同的 而且我认为普世价值派 是为光返照 跳不出什么 就是潜力即穷的 他没什么可能的 他俩呢 当时我们跟美国智库 在那谈南海的时候 我跟他说了一件事 我说你知道老山吗 老山就是我们站的地盘 然后跟你玩 就跟他们越南玩 玩了十几年 把他拖成个穷国了 我说你美国穷成热德行 你陪着我在南海玩 没关系的 那没什么实际利益 我就是军队在那儿 这么练练兵 玩玩 有什么了 精彩 但是我告诉你 台湾问题上绝不是玩 你等着看吧 我怕你吗 观众朋友 在和李苏先生对话的时候 我常常有一种感觉 他在这种平常的叙述当中 突然间会冒出几个金句子 这几个金句子可能是只有百十个字 但是里面的信息量非常之大 比方说 关于对特朗普当选的判断 关于解放台湾指新时代的标志 关于我们和美国周前的过程当中 特朗普第二任上将会采取 怎么样对中国的策略 回归到他战略性的那个侧面去等等 许多说法都是极其精彩的 今天的节目先到这儿 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请李肃先生 跟我们讲他的战略思想